包括九段 主性 忍耐 主愛的表現 喜樂 和平 忍耐 還有有多少的 了不起的聖歌 我最喜歡聽黑人 靈歌 邀請歌 現在台灣神越來越多 連印度的甘米行 台神啊 現在吃茶了 一隻你吃到胖子 但是台灣也有很多的這些鼠齡 其他也是動物的人 動物崇拜 狗啦 虎啦 有沒有 孫悟空什麼 通通有 你看這一隻是秀夫蘭西出口的孫悟空 好可憐喔 還要鎖起來 因為裡面有金牌 不熟不行啊 這個神保不了 還有火牙 你要知道 火牙要分兩種 一種天候 一種地候 那如果在那裡的那個叫做地候 可以站在那個神明就在拜 那個是天候 那不一樣 那個神明有神格 神格就代表神明在天界的不同地位 台灣在這個造神練動之下 什麼叫做什麼叫做 這是送鋼牙 這送香這個不是水舞鑽嗎 對 沒錯 水舞鑽的東西出來啦 這就是送香 而且我們會用 剛才一個朋友問的 燒那個紙錢 我說那個就是因為我們用紙幣 所以當然燒紙錢 你看現在有人土地宮 大家怕他寂寞 所以就給他用一個土地婆 土地婆都會留呼吸 所有長呼吸都很老 但是因為怕他們寂寞 台中有幾個土地公廟 就生了一個小孩 創下人類有史以來的 最高齡產戶的紀錄 86歲生一個 對吧 因為這只是用人的 人的體制 所以你不要覺得他畫面 覺得什麼 那只是一種同理心的表現 台灣人沒有人在乎那些細節 也不是釋灰 而只是同理心 這就是我用那一副對臉告訴你 天裡地裡地 什麼他裡 有裡無裡 什麼情 通情達理而已 用己心才顧他心 只是這樣子的大人 這是大家那個時代先起的小孩說 這是第一破季 那個小孩什麼時候死 這個小孩這個活著現在九十幾歲 以前啊 他散歉 他們有在那裡在台語 命完日本時代 那小孩沒人過 小孩就帶他出去做工作 不小心這個小孩就摔到 石堂裡面就死了 媽媽一直哭啊哭啊哭啊 把他抱起來都死了 窮到什麼程度 還要再做法事還要再做墳墓 門都沒有就地煙埋 一九八零年代大家樂盛行 有的人到那裡時候 那邊很陰增 結果親那邊後期到靈感 傳出去 那一個小孩公主領 一大堆人拜 又有人中獎了 後來就蓋一個大廟 台灣在大家樂時代 興起的 而且你們知道嗎 所有神明裡面在台灣裡面 屬於無主孤魂 專門對什麼罪有用 煙花戒 既禮婦沒生意 要去拜大眾的 魯徒 雕徒 東西丟掉 去拜大眾的 雄王 因為這個很好玩 就是這些 這些小孩公 而且他的神格 竟然是王爺 喔好大 萬聖功能 在這難聽 OK 要回到三太子 還是要聖心靈 要禪禎 禪禪禪禪禪 這是另外在婦族的另外一間 萬善 萬善也就是那個 無主孤魂的 無主孤魂還有的是 不會有神明管 他只是一個大眾 萬善童歸化 那有的是有这样子的神明 这样的所谓的万善语 这是道教加上去 这是当天师等等 当天师神像底下 还有台湾的造神运动 从不分种族 这个是日本人叫 身穿坐日老 1899年 他来台湾东部 担任一个小小基层的 最低级的警察 顺渣 1900年 调到富奈村 富奈村 当时非常贫困 刚刚经过一场灾难 接着总督府实施新的税制 担任一只赤牌 还要给你看到税金 那些人上匹匹 跟顺渣说 拜托你把我反应一下 实在买我 然后他就反应 却被长官误认为 煽动村民抗税 这个身穿 知道民生疾苦 对良心来讲 不应该克这样的税 在执手 他的职务来讲 应该来征税 在公私 良心跟职责之间 又被长官误以为 煽动民众来对抗政策 第二天 没话可说 在两难的情况 拿着自己的配枪 几枪之尽 村人就怀念这样子的日本检查 经过二十几年之后 经过十几年之后 一九二三年 他显灵 因为那个第七户赖开始传染病 他显灵托梦给 医长 说 你们要怎么样 我们村庄就不会遭难 结果真的 所以 所以就刻了他的神像 刻了他的肖像 放在 王爷庙里面拜 变成新的王爷 这里是台湾的造神运动 叫做义爱宫 我就是要去看这一尊 跑到护赖村去 结果到的时候 护赖村在整个在整修 弄了一个临时行宫 找到临时行宫 要去看义爱宫 跟我说义爱宫 昨天被嘉义的一家 彭尚公 请过去当客人 靠腰 结果呢 我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又跑到嘉义 又讨论到另外一个 太子爷的一个宫 然后在这里 我已经赶快报告做出 然后访问过程里面 那些人的里面 那我们就发现 台湾的人跟神一模一样 整个是一模一样 而且越自然 越自然里面 你就会去体会到 不要用那种所谓的 瞧不起的 有色的 等等去看人家 事实上 你从那个平常人的平常话里面 就读出了台湾最深层的文章